美食新趋势来看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种饮料 叫做花生可乐 听起来很像是花生口味的可乐 不过实际上这花生可乐指的是 把花生加进可乐瓶里面 一起直接喝下肚 据传这是美国南方的饮食文化 不过因为口感非常独特 让很多喜欢尝鲜的民众都跃跃欲试 打开可乐倒进花生 别怀疑这可是现在最夯的吃法 咸花生配上甜可乐 看似怪异的阻隔 有人觉得没什么特别 但也有人说味道其实不差 还有小朋友喝了一口 绝妙口感全写在脸上 不过其实这可不是什么创新搭配 早从好几十年前开始 美国南方就有这样的文化 可能在1920年代的概念是 工作人员会有两个东西 为了饭 但他们感觉不像是洗手 工人把可乐花生捡起来 因为不想洗手 工人于是把可乐花生 统统丢一起边吃边喝 还有网友实测认为玻璃瓶庄可乐最好拿 再不行保特瓶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尝试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分开吃最美味 美新闻早报道 最近天气这么热 特别受到青睐的就是冰凉 而且又消暑的饮品了 但临到日本来看看最近讨论过非常高的人气饮料 像是有凤梨向日葵装饰的果汁 还有奶盖铁观音茶品 就连缤纷的水果smoothie都有拉花的装饰 带来视觉跟味觉的双重饗宴 夏天到了 来杯冷饮醉以对味 圆滚滚杯子装进黑色奇牙籽 沿着杯壁放上水果片 加进满满鲜艳丝木席 还有炼乳拉花装饰 五种口味任君挑选 是江之岛最夯的IG美食 如果喜欢冰粉饮品 这款商品绝对不能错过 以凤梨四目锡当底 加入焦糖饼干粒增加口感 还要把凤梨切片当花瓣 中间撒上巧克力碎片 向日葵限定冷饮 人气破表 还有这款奶盖铁观音 现在人气热潮也吹进日本 香醇泡沫带点咸香 漸层配色搭上柔顺口感 一样很瘦 樱花美欢迎 新闻色报道 节目最后带您来看 长滩岛淨滩的成果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叶佳荣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